在股市里,放空的限制很多 例如,必须先市场有融资章数 才能融券放空的额度 股东汇钱要强制回补 除全息钱也要强制回补 个股净值不足也会取消信用交易 不能融资融券 昨日跌停今日盘下也不能再放空 等的限制规定 让许多人因实妄置切步 但真正懂得放空的人知道 虽然一张空单赚不了什么大钱 但放空的真正用意 就是可以用来大幅降低盲目在买进做多的冲动 也就可以避开下跌的风险 保留财富,下次多头来零食 别人套牢惨重,资金剩下五成六成 而那时你虽不是赚很多 但却有足够的财富资金可以全力做多 当然下一波多头赢家就是你